8块钱的肥牛 清满了嫩豆腐的汤汁 蛮好吃的 大家好 这里是马克炒饭日志 今天又是我们在西斗门生根的一天 最近我们找了一家韩国料理 搭搭味道 一个那个土豆嫩豆腐煲 全周十锅拌饭 加东西是汤跟那个饭里都可以加 汤和饭我们都是免费 如果吃的话这边有饭 我是左边那个加料区 那给我加一份肥牛吧 我们又是第一个 这里好像也是继承了西斗门优良传统 米饭可以无限速 这种吧 加了肥牛 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 土豆嫩豆腐 这个都可以做成土豆泥豆腐拌饭 棒了 哎 八块钱的黑牛 清满了嫩豆腐的汤汁 这个反正就是精简的石锅 这个好像蛮香的 哇有点锅疤 石锅好像好吃就好吃在它这个锅疤 哇有颗饭掉出来了 啊 啊 哇 我饿了 来 不要浪费 哎呦 不太像我的风格吗 我 我应该都到这里吃还是这个放这里吃 还是弄出来了 先喝个汤 有点奶滋滋的感觉 什么 就是奶香奶香那种感觉 可能是因为豆腐 我应该吃一点酱子起 豆腐拌饭 很好吃的 它是夹着水弄的 它这个骨头切得很薄 所以已经很酷了 哦 我这个菜是随狂下饭的一个嘛 我这回是不是加奶 有一种奶香味的 哎这种韩我老儿子做 餐具你用不用的是个 我这感觉它这个快接东西来的嘛 有点像饭 我就加饭了 第二碗饭 这个小碗 稍微不太符合我们的那个 那个豆腐泡饭 一锅两吃了 一锅两吃 什么鬼 强调一个碳水 这个就很像那种了 那下原来有个朋友说的 包米粉 小孩子吃的 但是肉眼可见的话 吃就是那么的神奇 这个汤多了之后 刚才那种奶香味 完全包裹了它这些米饭 我稍微给你弄你 咋咋咋 这个可以 我看看可以 分享端啊 你又不觉得有点 有点 不动你的那个口感 嗯 是不是有一种奶香的感觉 嗯 就这个作为工作餐 便宜社会又好吃 我们两个家加多少 四十四块钱 我这个面豆腐泡比你还便宜 我十六感 我们吃的烤冷面比到别人 哇 我也确实需要加一份肥牛 可以丰富加口感 我这个感觉那个太素了 不过人家这里特色好像是泡散 泡散 泡散 来 吃完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 目标锁定 目标锁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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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